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Sani 今天我在我的公开持仓账户中补了点Rivian 这支电动汽车股曾经号称什么特斯拉杀手 结果根本就不灵 上市之后一周翻倍 然后就开启漫长的下跌之路 跌到十几块之后 股价也就比最高点打了一折 在今年的7月份 我观察到Rivian有放量上涨动作 意识到这里面可能有资金正在布局 当时我重新回顾了一下这家公司 并且也在阳光财经的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过了 那我上一次买入之后也是很快就盈利了 但没有及时卖出 到现在反而还有浮动亏损 股市如下棋 前一手棋下的不好 被吃掉了一个子儿 并不需要一直后悔 反而应该淡化过去的事物 多想想未来要怎么办 下一步要怎么走 比曾经走了什么 这个是更为重要的 今天我在20块8再次加仓之前 日K线在60日线下方形成了横盘 KDJ拒绝继续下跌 反而开始抬头 那这是一种KDJ抵背离的走势 也就是说当股叫横盘 KDJ却是在20以下抬头向上时 抵背离结构提示强烈的反弹需要 这个时候入场做多 胜率一般会比较高 其他持仓的个股当中 今天谷歌特斯拉继续给力 我将继续持有 从11个持有的品种来说 将继续得益于大盘和美股 恢复上涨趋势 赚一点小钱 大盘今天的走势 几乎是宣告调整行情的结束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238.63点 涨幅1.74% 成为8月18号阶段反弹以来的 最大单日涨幅 大盘西浪下跌及时打住 只是在8月24号大跌了一天 那这个8月24日 是英伟达财报高开低走造成的 是一次性的劳动因素 此后大盘还是有很强的韧性 今天阳线之后 一举成功上破三根均线 均线系统有希望重新回到多头排列 横盘和下跌有可能结束了 标普指数涨了64.32点 涨幅1.45% 一根阳线上破了三根均线 强势特征很明显 8月24号大阴线的打击 并没有使标普大盘连续下跌 空头趋势就此打住 之后形成连续三根阳线 并且在今天形成了实体比较大的阳线 对后市的判断转为看涨 那么为什么今天大盘突然强势上涨呢 消息面上 美国7月职位空缺数量跌破900万 从6月份的917万达到了883万 JORS是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职位空缺数据 从曲线图上看连续下降 这是劳动力市场需求降温的信号 而昨天的节目中我预测了就业数据 并且也说到劳动力市场需求放缓 将会让美联储更加有可能在9月份不加息 未来也会形成通胀率得到降温 而失业率提高的良性反应 对远期通胀下降有利 职位空缺大幅下降之外 辞职率也下降到2.3% 为2021年以来最低水平 这意味着美国人因为对自己 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工作的信心下降 而不敢于辞职 要是市场上抢子要招聘 大家就会敢辞职了 那辞职率下降和职位空缺的连续下降 都可以证明劳动力市场有望降温 工资上涨和物价上涨是相互影响的 物价涨了 所以工人要求涨工资 工资涨了 商品和房租也就容易涨 那这个是西方经济学中的工资通胀螺旋 鲍威尔要打断这个螺旋 失业率提高 工资涨不了了 工资通胀螺旋就得到解除 那一个小小的职位空缺数字下降 就引发了美股普涨大涨 这个有这么强吗 逻辑上啊 职位空缺下降幅度超预期 就业前景恶化 消费者信心下降 将会导致通胀放缓 最后利率加不动 转向停止加息和降息 国债市场立马做出了反应 你看这个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从高位明显下降 现在是4.1%左右 较此前高点回落千分之二 去看什么分析师预测 都不如直接观察美债收益率 来得及时和客观呢 这个利率毕竟是每时每刻 由各路资金交易得到的 用资金说话 一点偏见也没有 这个当然对美股多头是有利的 另一个支持风险偏好提升的消息 是美国哥伦比亚法院在针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诉讼中 选择站在灰度公司一边 支持灰度公司比特币ETF的申请 如果比特币ETF得以发行 那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大型金融机构申请发行比特币ETF 比如贝莱德 比特币现货ETF是一种由基金管理人持有大量的比特币 将ETF份额卖给投资者的一种形式 投资者可以通过买入比特币ETF来间接投资比特币 这打通了美股经济账号和加密货币之间的通道 也就增加了投资于比特币的潜在投资者 比如本来一个准备退休金的打工人 他就可以利用比特币ETF来拥有一点点比特币 金融机构养老金还有主权基金等 也将有机会通过买入比特币ETF来持有比特币 而这些ETF持有的比特币将会增加比特币买入的需求 买入之后就放着也不会急于卖出 那这对比特币将是重大的长期利好 今天比特币大涨体现了供求关系的改变 同时也是市场情绪转为乐观的标志 比特币可以当成美股的一只龙头股 它是加密货币的龙头 有广泛的投资者散户基础 围绕比特币的话题也很多 而且热度已经持续有10年了吧 比特币的波动远大于美股科技龙头 因此可以当作一只上了杠杆的科技龙头来看待 比特币的涨跌和美股的行情有正相关的关系 因为在资金面上还有投资者风险偏好上 他们都是相通的 比特币的大涨可能反映出目前资金的风险偏为乐观 我们这么想 如果资金敢于冒险 敢于交易 那么行情就会变好 交投更为活跃 市场的流动性就更好了 苹果分析师郭明奇预测 苹果iPhone15 Pro Max将在本周大量出货 郭明奇对苹果的小道消息是了如指掌 他预计苹果近期将迎来反弹 事实上今天已经反弹了 郭明奇表示 2023年苹果的iPhone出货量可以达到2.2亿步到2.25亿步 2024年的苹果iPhone出货量将达到2.5亿步 我们来看苹果的K线图 这个图在8月18日击穿60日线之后开始反弹 预计稍加调整之后有希望重新回到上涨趋势当中 今天中概股表现也是不错啊 拼多多大涨15.43% 老虎证券涨28.53% 富途控股涨了9.11% 拼多多财报大幅增长 二季度收入523亿 同比大增66% 远超市场预期 净利润也增长了47% 其他的中概股也受益于中国在证券市场政策的回暖 在长期持续低迷之后 中概股虽然有各种的风险 还是会按照久跌臂涨的规律 出现或大或小的反弹行情 好 那我们今天加更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